你聽的是SBS電台廣東話節目 平凡的人生未必是風平浪靜 精彩的人生未必是事事如意 我不是名人 但我有我的故事 各位聽眾朋友 今天的我不是名人的嘉賓 就是來自香港的Stanley 湯紫陽 Stanley從香港來 在布里斯本讀完書 又回到香港一會間結婚 再回流回到澳洲 不過要跟大家說一說 湯紫陽其實是我們專家告訴你 其中一個主持就是 是關衛軍Bonnie的先生來的 Stanley 你好 Hello Aaron 大家好 Stanley 今次接受訪問 有沒有問過你老婆批准呢 有 有 都是他推薦介紹 Aaron 給我 所以說可以過來幫忙做節目 我都想一下我有什麼好說 有一點點 迷惘 是 迷惘 所以我一開始是推的 是啊 後來 關衛軍其實都說 我先生都是做義工的 其實可以在這一方面問一下他 我說我最喜歡的人做義工 我說有機會介紹 所以今天Stanley最終都是接受我訪問的 好了 那Stanley不如說說 你讀書在香港 是不是也不是這麼出色呢 所以就來了澳洲讀書呢 絕對是的 都是 其實由小學啊 中學在香港都是比較 可能記性方面是比較差一點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教育 都是 填鴨式教育 一定要你死記一些內容 你可以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你其實最主要是記性 所以我其實對這些方面真的比較差一點 所以小學中學都是會 名次比較低的 後來所以父母就想想 不如來澳洲讀書 可能整個環境會好一點 是 可能媽媽 爸爸 都可能小時候看到我 都不是很可以的 可能他們都準備一些金錢儲蓄 給我可以讀完個中學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其他地方 來繼續去看看有沒有機會 那結果就送了你來這個坤士蘭 布里斯本 是的 沒錯沒錯 為什麼這麼多地方不選 就要選布里斯本呢 因為那時候爹地的表弟 即我們叫表叔 他剛好又在Quindsland那邊讀Master 心躁著 他說有個照應 所以整個澳洲就是最後選了去布里斯本 OK 那後來爸爸媽媽的願望 可不可以實現呢 即你在香港不是讀得那麼好 來到澳洲是脫胎換骨 是成為了另外一個超人 都勉強可以說少少的 那就是之後想回 如果這個成績 這個讀書的心態 其實香港的前途 真是很難有什麼發展 那所以到最後其實都有 來到澳洲有個機會 都是一個比較 怎麼說 一個少少的轉變 一個小極奇蹟 就是可以說 一個可能沒什麼機會的人 可以來到這裡 竟然可以有一個 陰差洋賽有個轉變 也都可以說少少報答他們 不過你最後就在澳洲都是讀了四五年書 五年頭尾 在布里斯本那時候讀了五六年 之後來Melbourne又是三四年 大概 OK 不過在布里斯本讀書的時候 其實最後沒有進入大學 不過也讀過Diploma 是的 讀過文憑 當時就認識了關衛軍 是的 差不多是讀Diploma 開始認識我太太 阿彭尼也在布里斯本讀書的時候 是的 他那時候就聰明一點 讀大學 我就比較差一點 運運運兆兆 在找自己喜歡讀什麼 有什麼興趣 到最後也是沒有完成我的Diploma課程 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Bonnie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選中你呢 這個問題真的是 要問他才知道 這個問題真的是 你聽到之後 然後這個問題很虛無 可能 他之后 告诉我 我喜欢一个年轻 我想 我葛花入葛眼 可能不喜欢 我的心地好 还有 有活力 令他开心 多笑 可以令他笑 下次有机会都会问一下Bonnie 在这里认识了 后来你就回到香港 我记得Bonnie在澳门 他是跟你回香港 怎么说他自己留在澳门 那时候他自己是留在澳门 接近2000年 我就负责两边 我在澳门 香港澳门 我记得三分每个礼拜 三四日在澳门 三四日在香港 然后澳门就帮一下他 可能当时做补习社 他们让我帮忙 那边 最后一起想着回流回澳洲 是的 其实你说回流 那他是不是有永居 或者已经是公民来的呢 他那时候是永居来的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那我们都在想自己的将来 那不如试下我们注册结婚 然后回到澳洲 他可以拿回公民的身份 那我就可以和他一起在这边试下 继续发展 其实两个都在澳洲读过书 应该对澳洲情况都挺熟悉的了 那你没有投靠你的表哥 不是表叔 那就反而来了墨尔本 是啊 那时候表叔已经毕业了 然后准备回来澳洲之前 在想是去Brisbane好 还是去Melbourne好 那最后我们都是选墨尔本 因为他妈妈和姐姐那时候在 然后可能多一个照应 还有我们墨尔本 我们也没来过 真正在这里住过 所以都想试一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 我想Bonnie 因为又有学位了 那这里找工作可能都比较容易了 你虽然都读过五六年 那你就最后读Diploma 你说没有毕业的 是的 那来到呢 找工作会不会是比Bonnie难一些呢 一定会 起码他有一定的学历和知识 那时候我都在那里 一过来墨尔本都健步行步 可以说 但是我那个人都比较 乐观乐天一点 所以都不会太担心 所以墨尔本欧洲 竟然可以容许一个人 没有什么学历 没有什么职触 仍然都还可以生存 还可以让你见步行步 其实都是一个 都很好的地方 其实欧洲真的 它又没有怎么样歧视 其实你说学历 我相信真的在 可能东南 香港 中国大陆 如果不是的话 来到澳洲 没可能 总之他聘请了你 你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他们很开心 还有看你的工作表现 是是是是 学习学不得快 就算适应不到工作 在香港澳门 可能国内 你有一个学历是非常重要的 我都觉得是 虽然你没有学历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你做过什么 2003年 大后 就来到墨尔本 开始的时候 那几年 你做过什么 开始那两三年 我就做一点点part time 然后都想完成一定的学历 然后我就先读一个文棚 在Tave读文棚 我有一点想说 为什么我读美术 Digital Media Multimedia 就是多媒体的设计 在Tave 时 在墨尔本 然后我小时候 虽然成绩差一点 但是 我想妈妈 常常带我去一些 首饰铺 金铺 叫我 帮我看哪一样最漂亮 然后就问我 为什么要选这个 我真的不断地给他很多次问的情况下 我真的都说回我的见解 为什么我觉得这样东西漂亮 为什么有什么那么好 这样东西 可能那时候慢慢慢慢对美术设计方面 我一定有少少的心得 然后回到墨尔本 想着可以试试 从设计方面 会不会找到出路呢 因为之前读的都是文字上的东西 所以可能比较不是我擅长的东西 然后读得挺好 挺有趣 挺好玩 原来这些东西 之前都不知道 所以一直都读设计 然后文憑不原业 Diploma不原业 就做一些关于设计的工作 在墨尔本 那之后再进大学 对了 之后 差不多10年开始 再凭着这个Diploma 可以再上一步换来 可以在墨尔本 读Digital Media 在墨尔本 我也读过 是 它们当年出名 其实是 Design 方面的 当年 是的 不过我又不是读Design 在墨尔本 是不是都是Digital Media 你在墨尔本 Digital Media 一个Bachelor 一个学士学位 学的东西多不多 很广 很广 多的 我记得很开心 那时候那些同学设计动画 游戏 他们在学校过夜 在Lab那里 哇 觉得很 现在用热血 现在用这个Term 就觉得很过瘾 一个Group 一个Group 有四五个Group 每个人做 他们的拍摄 真是 捱耕底的 其实是 很好玩 学到很多东西 Bonnie有没有投诉 你为什么整晚都在学校过 都不回家 没有 即是他们很体谅你 因为我是早走的人 我是早走的人 我又有其他同学 哇 他们很厉害 你说他们很厉害 你又早走 是的 我可不可以问你 妈咪呢 带你去首饰店 这些 去看首饰 珠宝那些 其实他最后 有没有听你的意见 去买那些珠宝呢 而我认知 忌特是没有的 是的 我也不知道 他很喜欢当时 叫window shopping 所以看这些 他真的是 虱窗我看的 然后 最后 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这样叫我 我都没有这样的机会问他 好了 你读完大学 对于你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转变呢 转变 转变 给我知道的可能性 可以做的 是什么 都有少少的 可以给我很多选择 譬如我可以做 影像方面的 可能是做在 纸张方面的设计 平面的设计 或者是 网上的设计 到现在 今天如果找工作 我都可以大概 我知道 哪些工作 我是可以 应付得来的 好 Stanley 因为时间关系 现在要听少少广告 回来之后 继续和你的访问 OK 继续和汤此阳 Stanley的访问 Stanley 就说到 他在墨尔本 读完Digital Media 就是数码媒体 可以这么说 多媒体 多媒体 后来你说找工作 其实都很多选择 你最后 选择了哪一份工作 我现在 正在做一个印刷公司 在不同的纸张印刷 帖子 可能是sign 招牌 是的 都是在墨尔本 是的 是在Altona 那边 OK 开心 都挺好玩 可能钱赚得不太多 但是我还是喜欢看图像 影像的东西 就是我熟悉的东西 以及我喜欢的东西 Stanley 其实多媒体 你读完书 我想是2012年 到现在都有成12年 期间的发展 是不是都挺多 是的 其实我都试过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 哦 我做过披萨店 我自己创业 学人 事源因为在14年 我太太其实叫我回去参加一个人生的课程 关于野国 都讲回生命的课题 从中启发很多 令到人生大开眼界 接着觉得人一起身 睁大眼 其实都可以问一下自己能够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 那如果不是 你不要这样的问 你可能会在世纪人生的累途有些迷失 接着有很多这些不同的字句 很多不同人说过的东西在这出现 所以我就去选择做移工 那边在Melbourne 开始是帮一间在这里的机构本地 是帮一些日患癌症的小朋友 就是帮他们搞一些活动 跟着筹款 之后1617年开始就是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就帮一些长者 举办一些活动 有些讲座 活动 陪着他们做个接送 和他们吃饭 聊聊天 最主要是长者需要聊天 关心她 华人服务中心 大本营应应该在博销 是的 都挺远的 由你家去博销 是的 我和太太就负责西面 始终西面都有 虽然没有东面那么多 都有一定的华人的长者 是的 哦 在他们西面那边有个分布 是的 可不可以问回来呢 你说是2016年上了这个人生的 2015年 2015年 这个课程叫做什么 其实有几个阶段 最开始是一个探索的课程 探索其实是一个 好像一面镜 看回自己的过去 做过的抉择 每一个的抉择 来到 成就你今天 这一刻的你 OK 说这些课程之前 可不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突然间 Bonnie和你呢 或者 为什么突然间 会凌机一栋 要想或者要接受 这些所谓live coaching的课程 其实 再次源于 他有一个 在这边的business partner 就是这间 他现在奥专的公司 其中一个 拍档 接着就在澳门发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上这个课程 跟着 其实也是 一个中置就是 生命影响生命 跟着如果你觉得 这个课程 你学过的东西 影响到你 是好的 就介绍给你朋友 就像看了一场戏 你觉得好看的 就会介绍给朋友 所以那个business partner 就介绍给Bonnie 是的 Bonnie也很相信这个拍档 是的 是的 所以就飞回去澳门 是的 没错 是的 是几天的课程 哦 几天而已 每个阶段 每个stage是几天 一个weekend 不是三日三四天 需要一次过上完 这么多阶段 不需要 一个月一次 今个月是这三四天 你上完第一个阶段 可能是下个月 就开始第二个阶段 如果你想继续的话 你当时又要在墨尔本 做事 你读完书 那时选择是 留在澳门 一次过上去 还是 再飞来飞去 我跟他一样 好了 那你上完这个course 刚才你就说过 于是你就萌生起 做义工的念头 刚才说过 照顾癌症病人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 就是做义工 跟一些老人家 有时相聚一下 接送他们 一起吃饭 还有没有 再之后 COVID 开始了 就起到我们 其实COVID 一个大洗牌 跟着做义工 那边就要停了 当然 不可以有gathering 跟着之后 大家都知道 要留在家 留在家 很多时间在家 跟着我就 刚好阴差阳错 了一件心事 就是 我養的第一只猫 在家 就是COVID 是 刚刚开始想爆 因差阳错 可能爆了前一个月 那时就養第一只猫 跟着可以每天都在家照顾它 还有 每天都在家 那时就 看很多饮食的片 YouTube片 教饮食 跟着我是 不懂得煮食 跟着就 不断地自己试 煮给家人吃 原来 这个 recipe 这个方法 又做到似模似样 我不断地试 那一个COVID 那段时间 那到 刚刚COVID 完 跟着我又有机会 在一个 猫猫的 shelter 流浪收容所 做义工 照顾猫猫 你都照顾 除了人之外 因为COVID 留在家照顾猫 还可以煮到一手好的饭菜 都有少少心得 少少认识 只可以说 其实就是说YouTube去学煮饭 你觉得有什么心得呢 是否每一个 recipe 都差不多可以成功 你说其实 那些窍门 我们要去学的呢 一定 我看过很多片 都 以我一个初学者 有些片 如果你不是对煮食 是有认识的 你跟不到 别人的片 教你的方法 你会主流一些东西 做少一些step 令到一样东西 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就是不断地看到 别人用的材料 别人用的方法 可能是炸 可能是用气炸锅 可能是蒸的 即是哪些 你是可以handle到的 而最后做出来的 都不错 这样 Stanley 我又想问一下你 Bonnie 怎样给分 怎样看你 由开始不懂 他不懂的时候 都没有投诉 你结了分这么久 你煮东西 直到COVID 之前怎样度过 是哪个煮饭 是否说 take away 还是出去吃的多 还是怎样呢 COVID 之前一直都是太太 和她姐姐在家 我们几个一起煮 主要都是她们 负责饮食方面 她们煮食是很聪明的 所以有些片 比如COVID 我们一起研究 她又试煮 我又试下煮 所以大家交流了很多 然后 其实想带出 就是想到COVID 之后 因为这两个东西 就是猫猫 和飲食 然后现在 做萌生 一个念头 就是开一间 关于猫猫的餐饮cafe 我在香港也见过 这些餐厅 特别是Target 那些狗 有 有 有 我看到有 就是 你打算在墨尔本 是 可不可以 不断说 你的念头 我最开始 打算 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可能不需要很大 有几只猫猫 流浪 或者是领养 是给人领养的 就是 我们不会做 买卖的 猫猫 然后可以给一个小小的空间 我们的客人 去这里 接触一下猫猫 给他们认识一下 看看他们 其实有没有他们的 联系 才可以给人领养 就算这件事发生不到 起码都是由猫猫做主题的cafe 可能客人可以给一些 tips 或者给一些这些产品 譬如这个蛋糕 是猫猫造型 而这些所有的钱 就是给了猫猫的一个funding 可以给它帮助 可能local的shelter 可以帮助它继续运营下去 Stanley 我觉得 你除了帮人之外 还帮动物 帮猫猫 真的很有爱心 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澳门 学了分享生命 或者将自己人生 更加发挥得 臨为尽致 令到自己更加有意义 其实你觉得 真的在哪些方面帮到你 以及你怎样看我们人生在世上要做的事 讲到这里 我听过一个人说过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地球 都是一个游客 迟早都会走的 就好像来地球一个旅行 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我真是回顾我自己人生思考很多东西 也有些事情在余下的人生里面都想再试 正如一个旅行团 如果一个团友 其实团都未完 你就坐在旅游巴里 不去再下车看其他旅游景点 觉得这个团很浪费和可惜 所以我都挺开心 我都会继续有一个心去试其他不同的东西 也鼓励身边的人 时间只有这么多 你可以坐在这里 做这一路正在做的东西 或者你可以继续试其他不同的可能性 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不要固步自封 或者不要只是做平时做的东西 就这样过了一生 没错 Stanley 很多谢你自己切身的体验 和我们分享 多谢 多谢 亦都希望你那个 跟动物有关的 可能cafe 餐厅之类 可以实现到 还有我觉得 你和太太维系感情的方法都很多 一起研究食谱 怎样去煮食 亦都可以这么开心 没错 猫猫和 和猫猫 今天很多谢 来自香港的 湯子羊 Stanley 接受我访问 湯子羊 有机会 你这个 无论如何 继续做义工也好 有什么心得 继续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 Thank you Aaron 讚好 分享 留言 立刻引贴SBS电台广东话节目的Facebook专页 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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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